颤除业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我们就看到连普贤菩萨所实现的这个大菩萨 都是对自己有这么一个冷峻的拷问 我们这些业力凡夫 那就造作的恶业更是无量无边 造作的恶业业力 它是无形无相的 这里假设我们无始节以来造作的恶业 如果有体积的话 那么整个虚空界是装不下的 这样我们就有深刻的惭愧心了 不仅无始节来 乃至今生我们还在继续造业 这个业它是在微细层面举心动面 都是会显现它的业力的报应的念头上 由此就产生了颤除业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佛教非常重视忏悔之法 忏悔就类似于我们身上穿的一件衣服 沾上了很多的污点 那用水 用肥皂把它洗干净 就类似于忏悔 忏悔的清净 忏悔的安乐 这里普贤菩萨告诉我们 能忏悔之香 就是正因为思维到我们的罪业无边 那么我现在知道了真相 就要以清净三业 原来的三业都是造恶业的 现在要转身口译三业为清净的善的念头和善行 就是把它反过来 索颤之境是便于法界 为什么要把心放在对法界的境上去忏悔 这就是谈到我们众生造业的时候 我们的恶心也是变法界的 我们每一次的杀生 每一次的邪淫都是就整个法界结罪的 现在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以清净三业来忏悔 你觉悟到了自己的罪过 能生惭愧之心 忏悔意识 而不再去造业 把造业的工具转为行善的工具 那你这一念的心也是救法界之境而产生的善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